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喬和鮑勃 關西地方稱作禁忌地方由二府五線所構成 大約有兩千三百萬人 人口的密度比台灣還要高 能夠拜訪的景點跟享受的美食絕對不輸東京 進度的金閣寺、川闖料理、大阪的新齋橋、章魚燒 神戶的海港風情、高級牛排、奈良的大佛 紀錄跟燕根的國寶城堡 這麼多的景點要怎麼安排行程 那本支影片包括一日遊的方式 介紹關西地方的不同玩法吧 搭乘攬車、觀賞神戶的景色 近距離觀看日本瀑布白選之一的布影瀑布 參觀洋房 或在裡面吃個中餐 或是喝咖啡 今天就來當個19世紀的歐洲中產階級吧 我們大概9點左右來到新神戶車站 第一站先去看瀑布 一般來說日本瀑布距離四區都不是很方便 但布影瀑布不一樣 離車站走路15分鐘即可到達 這個瀑布非常的壯觀 高達43公尺 是深田川的中流而流出的瀑布 參觀完瀑布大概10點 我們回到新神戶車站 走到旁邊的香草原山路站 搭乘攬車前往我們今天的第二個景點 布影香草原 攬車的風景非常的漂亮 在這短短10分鐘之內 我們可以看到山景 神戶室的風景 以及剛剛拜訪的布影瀑布 到達香草原山頂站 簡單來說這也是日本最大的香草原 有約200種購計75000顆花卉及香草 喜歡花的人絕對會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以德國古城瓦爾特堡為主題的 迎賓花園觀景台 看一下風景之後 接著一路往下玩 一路可以經過各種不同主題的花園 接下來我們來到鮑布最喜歡的地方 玻璃屋跟咖啡店這一區 玻璃屋種植各種不同的香料 和水果等熱帶性植物 有種熱帶森林的感覺 The Veranda咖啡店位於標高400公尺之處 融合傳統神戶洋房形象 以及現代感的咖啡廳 作為非常的漂亮 同時也是個很棒的觀景餐廳 在這裡可以點一些青食跟甜點當中餐 香草茶也非常好喝 吃完中餐大概是下午1點左右 我們繼續往下逛 一路走馬看花 我們來到風之秋中間站 我們可以從這裡搭乘纜車 回到新城戶站 現在時間大概是1點半 下午我們就花一點時間 來逛北野藝人館這一區吧 藝人館是指幕府末年 到明治時代外國人所居住的住宅 藝人就是藝國之人 主要是以歐美人為主 大家可以在北野藝人館這一代 挑選有興趣的建築進去參觀 外觀有著厚重煉網的風劍機館 是北野藝人館代表的建築 因為NHK的電視劇風劍機而名稱大造 建立於1904年 於1978年被日本列為重要文化財 蒙皇之館曾經是美國領事亨特夏普的住宅 建立於1903年 在1980年被列為日本重要的文化財 我們可以留在北野藝人館這代吃個晚餐 結束今天的行程 神戶北野藝人館星巴克 是很多人在金板城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前世北野物語館 是西月1907年所完工的兩層樓的木造住宅 當初是居住在當地的美國而所擁有的 被指地為登陸有型文化財 可惜於1995年的板城大地震中損毀 在2001年重建完成 2009年由星巴克乘租後運營 咖啡店內裝利用當初的休息室 餐廳、客房的格局擺放家具 並沒有把牆壁拆掉 裝成一般星巴克的開放式空間 時間允許的話 大家可以從一樓到二樓的每間房間都坐一下 體驗一下一百多年前屋主是怎麼度過洋館中的悠閒時光 Café Flow in the Lib 開在1929年所建的舊神戶聯合教會內 也是有型文化財 因為原本是教會 整間店的天花板非常挑高 位置間隔很大很寬敞 非常舒適 點一份份量滿點的三明治 邊吃邊欣賞咖啡店的建築設計吧 如果建議等吃膩咖啡店的東西 包括私心推薦一家很好吃的蛋蛋麵 是拉麵擺明店以及米其林指南所推薦的NEC 只不過從北野一人館坐車走路要20分鐘左右 所以大家斟酌一下時間前往 店裡還很貼心的教會怎麼吃 因為怕麵會糊掉 趕緊在20秒內拍完照片就開始攪拌吧 這家店的蛋蛋麵加了32種不同的香料 肉味噌、洋蔥等等的 夾在一起真的風味十足 吃起來超爽 愛吃麵的人絕對會回饋無窮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期再見 掰掰